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7月18日 距離泰坦號潛水器出事整整一個月 日前 專家們終於找到了 泰坦號內報的真正原因 包括一種令人不安的新理論 海洋之門的首席執行官斯托克頓·拉什 再次成為被批評的對象 與此同時 82歲的安東尼·弗奇被指控 在國會宣示作偽證 可能面臨5年檢警 我們先來說一下 泰坦號內報的真相 6月18日 上午8點 海洋之門公司的泰坦號潛水器發射 9點45分 當下潛至距離海面 大約12,500英尺的泰坦尼克號殘骸處時 與支援船失去了聯繫 幾天之後 人們從海底找到了它的殘骸 調查人員認為 這艘潛艇是在深海的巨大壓力下 被壓碎的 也就是大家通常說的內報 造成了5人全部喪生 他們是61歲的海洋之門首席執行官斯托克頓·拉什 58歲的英國億萬富翁哈米什·哈丁 77歲的法國泰坦尼克號專家保羅·亨利·納格·奧爾特 48歲的巴基斯坦著名商人沙扎達·達伍德 和他19歲的兒子蘇萊曼·達伍德遇難 外界一直批評 斯托克頓·拉什不聽專家們的建議 堅持自己對碳坦的創新設計 是造成這次災難的原因 根據媒體報導 拉什希望它的設計 能成為新的行業標準 然而 工程專家們最近發現 真相並非創新這麼簡單 7月15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說 一些指災削減成本和提高海洋勘探利潤的舉策 才是這次災難的主要原因 通過比較碳坦號和奧爾文號 專家們指出 一些設計和協議上的改變 可能是導致了碳坦號的失敗 奧爾文號是美國政府研發的潛水器 自1973年以來 已經安全完成了 4500多次深海潛水 與碳坦不同的是 奧爾文號被設計成一個全泰傳體的球體 在母艦的甲板上被運送到潛水地點 而泰坦號則是在其小型潛水平台上 被拖過北大西洋的波濤洶湧的水域 這艘劣質的船在爆炸前可能會受到損害 並導致5人死亡 泰坦號由海洋之門探險公司擁有和運營 於2021年首次將人們帶到泰坦尼克號上 每次旅行的每位乘客最高可達25萬美元 它被吹捧為一個更寬敞的圓柱型艙 由碳纖維製成 與大多數潛水器使用的球形泰艙不同 6月18日 泰坦號出事 拉什和4名乘客全部罹難 專家們說 泰坦號出事 是一系列節約成本的措施 包括由母船拖拽、選擇有風險的設計 以及忽視適當的測試和認證等 是導致旅遊潛水器發生內爆的原因 具體的說 有以下4個方面 第一 泰坦被拖過不掏洶湧的大海 沒有被安全地放在甲板上 阿爾文號研究潛艇 在一艘專用母艦的甲板上被運送到潛水地點 這艘母艦配備了定製的腳車 和一台大型騎重器 將其放置在海洋中 相比之下 泰坦號沒有專門的母艦 為了削減成本 它被一艘較小的租來的船 極地王子號拖到海上進行致命的潛水 極地王子號是一艘退役的 加拿大海岸警衛隊破冰船 為了削減成本 它比海洋之門前幾年 使用的船隻更小 更老 用一根拖籃 這艘船拖著泰坦號 在用於下潛和打撈潛艇的發射平台上 穿越了數百英里的公海 當被問及拖拽泰坦是否有損壞的風險時 一位公司發言人告訴《紐約時報》 海洋之門目前無法提供任何額外的信息 今年5月 旅行週刊主編阿尼·韋斯曼 乘坐極地王子號母船 進行了一次海洋之門的航行 這艘母船曾將潛艇從紐芬蘭的聖約翰 拖到大約435英里以外的 泰坦尼克號沉沒地點 韋斯曼說 我覺得潛艇和平台被顛簸得很慘 儘管他在極地王子號上待了一個星期 等待天氣轉晴 但這次潛水最終還是被取消了 韋斯曼也沒能乘坐泰坦號下潛 在旅行週刊的一篇專欄文章中 韋斯曼講述了在公海上潛艇和平台 險些遭遇災難的悲慘經歷 他寫道 在連接船尾和平台的繩子末端 我們看到平台的潛部和潛艇都在水下 目前還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但船員們推測 在該地區發現的一個捕魚浮標 可能把一根線與平台纏在了一起 把它拖到了水下 把空氣罐灌滿了水 船員們試圖用托繩上的浮標將平台抬起 但沒有成功 拉什不得不派出潛水員 從平台的彈性水箱中清除水 這個過程花了半天的時間 然而 並沒有發現釣魚線被纏在平台上 事件的原因成為了一個謎 韋斯曼回憶說 當被問及這一事件是否危及潛艇時 拉什開玩笑說 所以潛艇在水下 這有什麼問題 第二 樣玩形狀的設計 而不是酒精考驗的球形 以更好的抵抗壓力 阿爾文號是美國海軍著名的研究潛水器 由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運營 採用球形設計 在海洋深處 球形是抵禦每平方英尺3噸的 壓碎壓力的最佳形狀 因為壓力均勻的 分佈在整個船體上 阿爾文號的不足之處在於它的容量太大 只能載3個人到海底 拉什潛水到泰坦尼克號殘骸的收費 是每位乘客25萬美元 如果採用類似的設計 假設有一名海洋之門的飛行員隨行 它每次只能搭載2名乘客 相反 它的泰坦設計更寬敞 在一個藥丸形狀的潛艇裡有5個人的空間 潛艇由碳纖維管組成 兩端都有泰半球 退休法醫、眼睛學家蒂姆·福克說 泰坦號船體幾何形狀的變化 從一個緊密的球體變成了一個場管 可能是潛艇災難性失敗的原因之一 他指出 潛艇越大為了承受同樣的壓力 它的船體就必須越堅固、越厚 他說 在兩艘船體、厚度相同的潛艇中 較大的內艘會先坍塌或彎曲 第三 碳纖維的外殼更容易被壓縮 拉石在泰坦號上的主要創新之一 是船體大部分使用碳纖維 這比泰更便宜、更輕 海洋之門公司在其網站上宣傳說 泰坦號的碳纖維結構和泰端鈣 重量更輕 比其他深淺潛水器更有效 這種材料將泰坦號的重量減少到2.1萬磅 而阿爾文的重量為4.5萬磅 但專家表示 碳複合材料在抗拉力方面 要比抗擠壓力強得多 退休法醫、眼睛學家蒂姆·福克說 我對泰坦的纖維結構感到非常驚訝 因為壓縮是潛水器在深海潛水時遇到的主要力量 英國普里茅斯大學機械與海洋工程副教授 賈斯伯·格雷厄姆·瓊斯認為 碳複合材料在承受過大載核或涉及不良 導致硬力集中的情況下 壽命也很有限 他說 是的 複合材料非常堅韌 是的 複合材料非常耐用 但複合材料卻是存在問題 而且複合材料的失效方式與其他材料略有不同 此外 格雷厄姆·瓊斯還說 泰坦號5英寸厚的船體 在之前的大約24次潛水中經受了反覆的壓力 每次旅行都會在結構上留下微小的裂痕 這種情況一開始可能很小 無法察覺 但很快就會變得至關重要 並產生迅速 且無法控制的增長 第四 使用各種材料會增加關節磨損的風險 泰坦號的設計需要將碳纖維管連接到太端帽上 這是用強力澆水實現的 但專家們表示 由於不同的材料在壓力上 以不同的速度改變形狀 保持它們之間的密封 可能是一項挑戰 美國海軍退役潛艇兵 紐約市探險家俱樂部名譽主席 奧爾弗雷德·麥克拉倫解釋說 泰坦號船體的不同材料 具有不同的膨脹和壓縮係數 這不利於保持水密性 換句話說 如果碳纖維管的壓縮方式 與泰端蓋略有不同 就可能會破壞它們之間的密封性 尤其是在反覆潛水之後 專家們還質疑海洋之門 拒絕為泰坦尋求外部測試和認證 格麗厄姆·瓊斯表示 尋求外部專家來確保船隻 符合最高的行業標準是工程的標準程序 在2019年公司的一篇博客文章中 海洋之門批評第三方認證過程 既耗時又扼殺創新 該帖子說 在每項創新投入實際測試之前 都讓外部實體加快其速度 這對快速創新是一種詛咒 下面 我們來說說安東尼福奇被控作偽證的事情 7月17日晚上 安東尼福奇被指控 在參議院宣誓後 就他對中國危險病毒研究的了解向國會撒謊 據《每日郵報》報導 上週肯塔基州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 致信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 要求調查82歲的福奇博士 是否在2021年在參議院委員會作證時作偽證 2021年7月 在與包括保羅參議員在內的共和黨人攤牌時 福奇作證說 他的前任過去沒有 現在也沒有資助武漢病毒學研究所的功能獲得性研究 功能獲得性研究是一種醫學研究 通過改變病毒的基因 使其更具致命性或傳染性 試圖在可能發生的自然突變之前取得進展 福奇博士是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的前所長 直到2022年年底 他負責簽署研究經費 然而 新發布的日期為2020年2月1日的電子郵件顯示 福奇承認 正所周知 武漢大學的科學家一直在進行功能獲得性實驗 以確定與蝙蝠病毒適應人類感染相關的分子機制 以及疫情起源於武漢 這說明 福奇涉嫌作偽證 作偽證是一項聯邦犯罪 最高可判5年監禁 雖然電子郵件顯示 福奇意識到實驗室 正在進行功能獲得 但是他從未承認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了它 保羅在給加蘭德的信中說 政府問責局上個月確定 武漢病毒學研究所和武漢大學 確實獲得了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助 2023年7月13日 眾議院冠狀病毒大流行特別小組委員會 公布了福奇博士發送的 關於新冠病毒起源的電話會議的電子郵件 顯示福奇博士 美國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所前所長 弗朗西斯·科林斯博士 和其他研究人員參加了會議 福奇在一封電子郵件中承認 科學家們擔心新冠病毒可能是經過基因工程改造的 而在大流行之前 武漢就進行了功能獲得性研究 這一事實使這種擔憂更加嚴重 參議員保羅說 政府問責局確定 武漢病毒學研究所和武漢大學獲得了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助 他們進行的功能獲得的研究 完全由石正麗博士在武漢研究所完成 石正麗被稱為蝙蝠女士 是武漢病毒學研究所的著名病毒學家 她花了數年時間研究蝙蝠冠狀病毒 目的是識別那些有可能感染人類的病毒 保羅隨後引用了武漢病毒研究所科學家的論文 題為發現蝙蝠SARS相關冠狀病毒的豐富基因庫 為SARS冠狀病毒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見解 這篇論文特別談到了正在進行的 製造嵌合冠狀病毒的努力 這意味著它已經被人類改變了 也就是所謂的功能獲得 保羅指出 報告還詳細說明了 美國鼓勵衛生研究院是該研究的資金來源 他斷言 論文中記錄的研究明確符合 功能獲得研究的定義 而福奇當時卻堅持說 這篇論文被上上下下的合格員工 判定為沒有獲得功能實驗 作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前任負責人 福奇在疫情開始前幾年 主持了由納稅人資助的武漢病毒所 病毒增強研究撥款的分配 武漢病毒所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病毒中心之一 位於最初的新冠病毒爆發的中心 在大流行之前遭受了幾次安全和感染控制漏洞 美國能源部、聯邦調查局和幾個政府委員會認為 病毒是從一個實驗室泄露出來的 而拜登政府對病毒起源的調查依然沒有結果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